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近日襲擊了 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 位在伊拉克庫德自治區的主要總部之一 伊朗在伊拉克的攻擊行動 等於是讓雙方直接撕破臉 伊拉克方面就警告 伊朗的行為已經破壞了雙方 一直以來牢固的關係 兩億之間的緊張關係升高之外 國際社會也開始擔心 伊拉克可能再次成為 地區衝突的舞台 美國因為基地被突襲 接連對親伊朗的激進組織 展開一連串反制行動 但這些武裝組織 比如什葉派民兵 就隸屬於伊拉克安全部隊 伊拉克衝突爆發之後 這場原本只限於加薩走廊的戰爭 已經向外擴散 以伊朗及其盟友組成的抵抗軸心 動作不斷 就在同一時間 伊朗支持的耶門胡塞組織 也揚言要擴大在鴻海的攻擊目標 顯然胡塞組織的攻勢 並未因日前受到美英聯收打擊 而受到挫折 恐怕也在影響這個地區的航運 不過德克安當局還是小心翼翼地 避免直接涉入伊哈戰士 但代理人戰爭已經在里巴嫩 敘利亞伊拉克等多個據點打起 伊哈衝突一日不停歇 中東地區出現大混戰的可能性 只會愈來愈高 環宇新聞 張宇俊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想說卡為止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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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鮮 指導 指導 指導